司机志工来到雪兰儿水灾重灾区,除了合力帮居民清理住家,也协助当地受到水灾影响的志工,清洗他们的家园。 所以,我们尽量能够回收,可以洗的再用的,我们都尽量帮他拿来洗。 眼见屋子经历洪水来袭,到处都是泥泞的光景,刺激志工的心里都有所感触。 看到他们真的是无助的感觉。 不舍法亲家人的遭遇,习志工努力清扫遍布满屋的污泥,希望让法亲家人重新拥有一个干净的家园。 大爱新闻这下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采访报道。 感谢观看